嗨 理财优班 投资超文章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悠悠 2023年已经封关了 去年表现其实非常好 全年台股的交流指数上涨26% 是行刑雅股东最强的 但是2024年到底会不会继续牛下去 那第一季有什么可以关注的 高CP值的股票或是族群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 盈利投资董事长 也是资深的证券分析师 中郭忠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好 悠悠好 及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宏忠 老师好久不见 是好久不见 一年啊 好久不见 跨年了 是 马上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先请老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说 因为2024年现在1月初 那老师你觉得2024年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方向 或是辩出要值得关注的 好 我想去年台湾的民众 应该算是在 不管是在股市或在汇市 都是算是双赚 双赚 那所以呢我想 但是呢 双赚当中 相对呢 也会有一个所谓的 潜在的一个压力 就是因为机器会电高 对 所以呢我想 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我们要先了解整个一个市场上全面的一个概况 然后你才会知道你怎么去做投资策略的动作 所以我大概我在这次当中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来看一下 2024年有哪些变数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大概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呢是利率的政策发展 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市场上多数的投资人或者是法人都很清楚的这一块 那当然先起来有认为说三月可能会降息 那现在呢因为飞龙丢位数字不错 所以呢可能市场上又认为 可能三月份降息机率又不是那么大 可能往后延 但不管如何大家市场上应该预期就是 这个降息的态势应该是会在2024年 但我觉得来讲这块部分应该是早就在市场上的所预期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并不会是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 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那这样子也好啦 也对我们如果你是有新台币的人 至少来讲的话 我认为说今年台币的部分 他是有机会来到30块附近来做一个测试当中 我觉得这个就持有外汇的投资分野来讲的话 台币相对是有机会 甚至呢你要出国的人 应该是会有更有所谓的一个什么 汇率优势 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 2023年大涨的跌高整个基期 还不只是说凡说在17930点的位置 坦白讲你18000点位置非常高 待会我们要跟各位来说说明一下 以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 要怎么做投资 因为高档也有高档的投资策略做法 低档也有低档的投资策略做法 就像去年2023年录的时候 我记得我来录影的时候 从这个最低档开始一直一直一直 看着这个大盘指数往上走 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 可能来讲的话 没事都有不同的策略 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新总统的上任 跟美国总统的选举的发展 1月13号是台湾的总统的一个选举 那当然这个结果不管是谁当选 坦白讲对整个国家的短期的政策发展方向 应该是不会马上就产生太大的一个改变 但是呢对中期来讲 但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政党 他有不同的理念想法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是 后续要再做一个观察 但不管如何来讲的话 新总统总是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 我们讲就是他的一个所谓就任的 期待的行情 当然不会马上说一上来之后 马上就好像大家市场上就认为说 这个就好像没有行情 但是呢就怕说 是不是事前有先做一个上涨的步验 但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今年 也有总统选举的行情发展 那过去我来讲的话 我想美国总统选举行情 也是比较变向是乐观 不过来讲也相对的 去年的美国的四大指数 也相对都是在高档位置去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可能后续有再看一家 台湾的指数的变化 那第四个的部分 就是新台币的升值 我刚才提到过了 新台币的升值 我觉得短时间 最明显应该是在去年的 第四季的时候 我想对一些小资组来讲 或是民众来讲话 对日币的换汇的部分 换日币的部分 在去年 我们知道去年10月底的时候 大概台币跟美元的兑换 价位是大概落在31块 32块半左右 但到11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大幅升值了 甚至在12月份的时候 我们还在实际做升值 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 这一块升值这部分 对台湾的出口业者 这些部分可能会在第四季 会产生一些财报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造成第一季 在整个一个财报走势来讲 可能这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要特别去注意 那第五点的部分来讲 新来币既然是有可能升值的话 那就对出口产业业者有影响 那第六个就是 AI的产业发展 是否能够如预期 因为市场上都是预期 AI产业是会发展 但是能不能如预期的部分 就是要看整个市场上的 所谓的发展 不过我想这个要从 这次的CES展 这状况来做一个 或许最终 老师那2024年 其实要关注的变数 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有些可能要持续观察到年底 那我们先就第一季来看好了 用目前因为第一季 有哪些比较短时间内 我们可以关注CP值比较高的组织 OK 另外讲这CP值之前的话 你要先看一下 大盘的指数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张是2024年度的 整个市场上的 多空的一个对比的部分 我大概就把 在年底的时候 大家在放圣诞节的时候 我把台湾的 主要的一个投信 跟投股的部分 把它做一个所谓的 指数的高低点 做一个所谓的汇总 那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汇总 最主要目的是在于说 投资人要清楚知道说 这个未来的高点 跟低点的方向 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做 那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来看的话 如果用年底的这个收盘子 171930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坦白讲 去年年初的时候 应该说去年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初的时候 坦白讲这个多空的对比 大概是称1比3 那在元月的第一个礼拜 出现大跌重挫之后 马上就已经缩小到1比6 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 市场上在操作上 你可能要去参考 这样一个数值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呢 我大概抓均值 因为我把所有的 每一家的券商的报告 给它做汇总 大概落在均值 就在15570点 那高点呢 落在均值在18750 那这个部分 求证会说 会不会有什么第12 新进的几家 券商投库的看法 会不会影响 这改变一下吗 坦白讲是 我觉得影响不大了 除非是说 举个例子 预算是看在低点13500 那可能有人看在1万点 那可能就把均值往下压 那大摩看2万点 可能有一个法人 看到3万点 那这个才会把均值拉大 不过我们可以从 我们所看的 所谓的相关的券商投库 它的低点位置区 差不多不会落差太大 高点也不会落差太大 换言之呢 再多一家 或多多两家 坦白讲 这高低点位置 不会差太多 它是平均值 没错 既然是平均值的话 那各位就很清楚 离高点1万8 或1万8750点 你就越要去做减码 那离低点越接近的时候 你越要勇敢去做加码 但这个就会考验到 市场上的人性的部分 所以我想先从 这个大盘的指数高低点 你就可以知道 去年的年底收盘 收在1万7930点 为什么 有一代马上就出月下跌 对我们来操作的人 很清楚 离高点已经空间不大 所以会往下来灌 在这次当中 我也去把一些所谓的财报 应该说所谓的券商报告 大家看一下 他们有共同交集的产业 大家事实上不外乎就这几项 包括AI IC设计 运动休闲 出人封建 跟高股息 这些公司 这几项当中来讲的话 不同产业在不同时间 它都会有所谓的 适当的去做一个扮演的角色 举个例子 像1月9号 这边即将陆续办一个CES展 当然部分就要看一下市场上 对于CES展 所谓的当中的展览当中 是不是有更亮眼的所谓的产品 超乎市场上的法人所预期 但是不管是如何 这个发展是会从过去年的AI 然后再次会 AI叫AIPC 慢慢会仔细做应用化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还是市场上重点的产业 只不过是说 在哪一个价位 你可以去做买进 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先讲一下 我记得我去年一直在讲到 就是广达 广达就是 你可以用一年的角度来持有 你也可以用两年持有的角度 但是呢 如果用一年的角度 它现在比较高股级殖利率 但如果用两年的角度来讲的话 坦白讲 200块以下的广达 它是不是非常具有 高股级殖利率的优势 虽然它不是相对 有一些高股级殖利率 有非常的强的优势 但至少来讲 它用两年持有 它是有这样的机会 那至于运动休闲 我想就是奥运的部分 那奥运比较偏向 是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觉得到时候 在第一季底的时候 如果股价修正比较大的时候 可以去留意 至于高股息 我觉得会是在今年 市场上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个族群的中心 因为我刚刚所讲的 大盘如果在高档 那么这个高股息 它就最有所谓的进可攻退可守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选项的因素 那在几个家公司当中 我觉得包括像维银广达 更新相电 凡甲 联发哥 世纪钢 这些公司都在 俊商的这些报告当中 是他们有提到 共同比较看好的个股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来讲 这些公司大事上 大方向应该是没问题 对 重点是在于说 哪个价格 价位 可以买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你把方向看好之后 就像我们刚刚讲 点数看完之后 个股你也锁定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什么 如果有比较大跌的时候 你就把它做买进 如果接近到我刚才所讲的 压力区域的时候 你就事实上把它做获利调节 我觉得这样做法 你待会才能够定住 因为像老师说 像照顾锡 其实确实它就是一个 你如知有保护的状况 现在是比较进和工退可守的 没错 那之所以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来到就是过年 就是学完几次后 过年的这段时间 坦白讲 这个大四大盘 云淡的时候出现一个重挫 将近411点 我觉得来讲也不会意外 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当中图上 有所秀的 这个是24年的1月份的指数 大幅拉回压力 这张到报表当中 坦白讲 如果有上我的进阶班的投资朋友 我记得我来猜 去年数上进阶班是10月17号 这张表我都已经在去年10月多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就做好了 只是差什么 收盘指数 收盘指数落在哪个位置 那我要讲一下这个重点在于说 去年我一直在对盘式的看法是认为说 去年1 2 3月份 不管怎么样的利空 我都一直认为说是可以做买建动作 但今年来讲的话 可能各位去参考一下过去的走势 我们发现到 蓝色的部分就是过去的基数年 你会发现 只要基数年都是一个 好像是不错的行情 基数年你看发现 这边都涨涨涨 13年都涨 17年都涨涨涨 19年也是涨涨涨 21年也是涨涨涨 23年也是涨涨涨 至少到清明节之前 我们会发现 大多数的一二三月都是涨 但是你要发现一个情况 基数年完之后 偶数年那一年 哇那就不一样了 你刚才发现 13年4年14年就跌 然后呢17年的隔壁 第二年是18年是上涨的 这是客数比较意外 其他包括20年22年 都出现一个下跌 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把这个三个下跌的月份 把它做一个均速的换算的话 那大概三次的平均下跌 大概是三个百分之左右 如果用2023年17930点来计算 大概要下跌530点 换句话说 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 有机会回到17,400 所以你说 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来到17,500点附近 坦白讲一点都不意外 那我认为在宣传之前的时候 会有一个所谓的跌生反弹 但那个跌生反弹来讲 应该是当要做一个 所谓的太弱流强动作 那这段时间我来讲 我觉得刚好也给市场上一个 很好的投资 一个投资的布局的买点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你有知道 整个全年度 还有第一季 还有甚至在1月份 过年前的时候的指数的看法 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做 因为像老师有刚刚提到说 像各个投资 我觉得你刚刚前的一个数字 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就是老师整理了 这么多家投资的一个 对于2024年的高低点的预测 那我们抓一个平均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 如果这样一整年看下来的话 老师刚好说 这一整年的区间 大概就是15750到18750吧 就是那两个数字 大家可以去 就是自己规划一个区间 可能去做 你遇到比较 大盘已经来到 你觉得相对高位置 可能就要稍微一下 逢高做调节 这样会比较安全 没错 那老师再来讲 大盘点位知道之后 产业的部分 老师刚好分享 AI 然后还有一些 秀琴产业 高补习等等 那最后就是 大家要注意 就是如果再回要 更近一点的状况 那就是一月的部分 可能选前选后 会有一些状况 大家要特别对于那个波动 是那种 对 老师最后 就是还是 因为老师刚好说嘛 像那些资料 很多都是在进阶班的时候 其实就有做一些分享 所以其实老师这边 跟我们Smart这边 有合作一堂课 叫做搞懂三种台股的获利方法 老师你可以帮我 大概讲一下这堂课的内容吗 好 这堂课是我 第一次应该是在开 所谓的基础班 因为有一些的投资朋友 跟我反映到说 他对股市 他是好像不是那么的了解 甚至应该说 有些是小资族 所以呢 我大概就是想说 好 那我就跟我们Smart 来开一个合作 开一个叫做 针对基础班 来开课程 所以我觉得我会从三个角度 来跟大家做说明 第一个就是投资股票很有趣 我发现好像蛮跳动的 我觉得用这样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 当你指数来到高档位置 说我从我过去的几十 二三十年的经验 我发现投资人这时候的心态 是最重要 如果你发现投资股票 事实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压力 很自然的去做操作的时候 我发现应该是很好操作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里面课程当中提到一个案例 很多人都说不买投资股 但是呢很奇怪哦 好公司的股票 他是不会可以拉 像台积先生不会可以拉 但是很烂公司 他就要刻意拉 那投资人就很喜欢去买那些 特别喜欢拉台的公司 然后明明想说 嘴巴讲说我不喜欢烂公司 但是呢股票被那些烂公司 刻意要挤拉起来的时候 你又要想去嘛 你有发现这是一个矛盾的心态 所以我也觉得 投资股票是一个很有趣 当你掌握到高档跟低档 都完全了解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是很有趣 还是再度强调一下 我过去的经验 我告诉投资朋友 我的方式是 你只要不要碰头几股 绝对在这个市场当中 你在股票市场当中 可以去享受到获利的乐趣 最怕就是 你介入到投机 你只要不投机 这市场上永远耐不了你 所以我说我会跟各位 投资朋友会 我们讲应该说是 小资主来讲话 谈到投资股票的心态 是非常重要 当你心态完之后 当然我们就要了解一些 比较懂的技术分析 这技术分析 我不会用太复杂的说法 来跟大家做说明 最主要还是要让有一些 比较新手的投资朋友 他大概知道技术分析 是一个基本的概况 因为毕竟来讲 虽然技术分析 有些人说把它 表示不好 但是呢 技术分析有时候 它也是你参考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投资人不一定又要完全说 相信把它技术分析 把它变为是不好的 但是它是一个可以当作 你必要的 要了解的一个参考的 一个点的部分 第三个当然就最重要的是 你要看出财报 挑出一些技术好公司 那我觉得财报呢 你也不用把它搞得非常复杂 大概有一些些的方式 我觉得可以来做分享 那有些的方式 我觉得我有一些口诀 我觉得我会用一个 最点赞最点赞的口诀 来跟投资人来做分享 我相信我给这个口诀完之后 不懂财报的人 或小自主的人 大致上你的功力 应该可以增进五成以上 等一下我要思想 就我跟老师每次 就是有聊到的话 其实我发现老师 对于数据的观察 还有数据的解读 都非常的独到 我觉得非常厉害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了 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 那悠悠会把 就是这堂课的 就是资讯 放在资讯栏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老师 谢谢悠悠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